一場大雨過後 柏油馬路地基被雨水掏風 出現許多坑洞 工程單位立即派出修繕人員 鋪上瀝青將坑洞填補 但是汽機車只要一經過 還沒凝固的瀝青 全都黏在輪胎上 補了等於沒有補 經過改良設計的瀝青OKBON 同樣的施工步驟 全能得到不同的效果 用雙手做實驗可能沒什麼說服力 實際到馬路上驗收成果 耐不耐用馬上得到答案 不只能承受機車快速通過產生的摩擦力 就連汽車的重量也能承受 最重要的是這款瀝青OKBON 不僅大幅改善傳統瀝青鋪舊後 必須長時間等待乾燥的問題 還製備防水功能 就算碰上大雨 也不用擔心馬路又被掏空了 百分之百隔絕水分 再利用密集配增加它的摩擦係數 而且利用瀝青本身的延展性 經由車輛的來回碾壓之後 可以讓上層的密集配小砂石 往底層的這個所謂的地遊 去做一個呈現動作 接著去包覆它 有鑑於公路總局統計 一年有兩百多起車禍案件 都因為道路坑洞造成的 長期從事道路修補的廠商 經過專業團隊設計研究 自行開發了這款道路救援包 準備跟各大單位合作 共同維護道路品質 確保用路人安全 記者郭靖民財寬報道